年仅14岁的天才少女全红缠在过去的一年中 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 全红缠在女子十米跳水项目中 以五轮跳水三轮满分的惊人成绩夺得了奥运金牌 成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最年轻的奥运冠军 在第14届全国运动会中 代表广东女子跳水队出战的全红缠 在女子十米跳水和女子团体跳水 两个项目中都发挥完美 帮助队伍夺得了两枚金牌 然而尽管如此成绩优异的全红缠仍然需要大量的训练来保持竞技状态 这导致她连过年都回不了家 近日全红缠的大师兄谢思义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段视频 在视频中谢思义兴奋的表示 自己还有22天就可以回到广东老家准备过年了 然而谢思义的小师妹全红缠却无法回到湛江老家过年 十分难过的全红缠在谢思义的动态下评论道 你倒是开心了我就不开心了 还配上了一个无脸流利的表情 对此温柔的师兄谢思义也是赶紧安慰小师妹 谢思义表示全红缠要走的路还长 当年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2022年将会有跳水市锦赛和杭州亚运会两个对于全红缠意义重大的赛事 为了保持全红缠等年轻球员的身体能够健康的成长 同时也为了让他们保持竞技状态 中国跳水国家队的管理层做出了让他们留队训练的决定 这也是为了全红缠等年轻运动员的前途着想 毕竟成绩才是最为重要的 希望全红缠能够耐住寂寞 在国家队中刻苦训练 提升自己 也祝愿全红缠能够在明年的各项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继续 继续 通知 多烹路 6 达 达